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真正看第13个作业系统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那部分当成背景 就是说你一台电脑没有作业系统 基本上你不能用 但是呢作业系统到底是什么 你感觉不出来 就好像你每天都在空气里面 但是我问你空气是什么 只有当你没空气的时候 你就知道空气是什么 那一样的 当你没作业系统的时候 你就知道写程式有多大的困难 这时候你就知道作业系统是什么 那作业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对使用者而言 他是给使用者方便使用电脑 然后可以尽量的发挥电脑功能 那这里有个问题 那没有作业系统我就不能使用电脑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是 没有作业系统基本上不能用你的电脑 不然你可以回家弄一台随便一台电脑 然后把它的作业系统给移除掉 然后请问你要什么用电脑 甚至有些电脑是没有BiOS 那你要怎么用它 这会是一个大问题 根本就没办法用 那第二个功能是要给程式设计师可以很方便的写程式 因为你没有人去很方便的写程式的话 就使用者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用电脑 没有程式怎么用电脑 所以你不会希望说一个系统里面只有作业系统 然后没有问,没有包吻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浏览器不能上网 所以你作业系统其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好,那我们现在所常看到的作业系统 现在所常看到的作业系统大概有这些 UNAS的家族里面衍生出来 LENAS大概是最大的一支 LENAS,那BSD也是另外一支 那Windows从3.195NP,C2000XP,Visca到Win7到现在Win8,DOS DOS现在几乎很早也用了,已经挂在 就是你感觉它就好像是Windows里面的一个命令 那作业系统基本上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行程管理,就是管理执行中的程式 那现在的作业系统都有一个功能叫做多工 就是同时可以执行很多层次 那第二个是记忆体管理,管理你的记忆体 不然记忆体能位不够或就是被用掉或冲突啊干嘛 那第三个输入系统,管理你的输入硬碟啊 周边装置啊,屏幕啊,键盘啊 那第四个是档案系统,就是管理你的硬碟里面的档案 那第五个是使用的界面,就是像视窗这种东西 当然其实视窗那是唯一的,面面链 往往是程式设计的人更常用的一个界面 所以大概有这五大功能 那行程管理呢,它目的是打造一个环境 让程式可以轻易的执行 那各位,你在这里,启动工作管理人 你就知道原来你的电脑里面 其实执行了这么多的程式 这么多,光是我正在执行的有五个,我启动 其他电脑一开始就启动的那些有更多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作业系统 其实它同时在执行很多很多的程式 这件事情怎么做得到 在DOS的时代,其实我们只能执行一个程式 不能执行两个 那所以那时候的作业系统 其实是一个单工的作业系统 那到后来也变成多工 其实在DOS之前就有多工 但是是大电脑用,不是像那种个人电脑用 那个人电脑在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单工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难想象 可以同时执行很多程式 所以各位,现在的电脑 其实环境已经比我大学的时候进步很多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的环境 其实就已经比1964年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影片的进步更多 那1964年再去看他们10年前 1950年的时候 你就发现,哇,那他们还会觉得 1950年的电脑是不可思议的能用 好,那所以呢 现在你基本上你打一个程式进去执行 基本上它不会有什么问题 即使你的程式很大 即使你的程式会当机 它也不会影响到别的程式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大学的时候 如果我们写的程式当机的话 就是写的程式是无穷回宣 如果我们以前过得不当机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关机重开了 对,关掉重开 所以它有一个reset的键 他们一按就重开 那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你关掉重开 然后呢 还好那时候的开机 有一点是比较幸运的 那时候的开机比现在快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不用Windows 所以它的开机速度 有时候可以在30秒之内玩之 所以关掉重开 其实是OK 玩的话一分钟就可以玩之 好 那当我们进步了这么多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定律 就是记忆体永远不够定律 不管你怎么进步 你的记忆体永远不够 你的网路永远不够 你的速度永远不够 所以当你可以执行很多层次的时候 你记忆体就管得很好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层次用哪些记忆体 另外一个层次用哪些记忆体 最后呢 大家都在讲记忆体就不够了 所以你必须要很好的管理你的记忆体 然后甚至呢 有一些管理方式像虚拟记忆体 那讲虚拟就很奇怪 但事实上就是 当我们使用虚拟记忆体的时候 可以更好的去管理记忆体 可后可能才看到 再有的话呢 是输出录系统 那输出录系统呢 它会把输出录装置 就是像滑鼠、键盘、硬碟、软碟、光碟、麦克风、螢幕 这些东西通通都包装成函数 所以你只要呼叫说 从键盘取得一个字 它就帮你从键盘取得一个字 从滑鼠取得一个座标 它就帮你从滑鼠取得一个座标 所以当你这样包装完之后呢 可以让程式设计师呼叫的时候 那个函数就叫做输出录的系统函数 这样的包装会让 让你的电脑变得比较容易用 不然你也会想象一下 我怎么样子从键盘里面读一个字 其实是很困难 要从硬碟里面读到一个by 那是更困难的事情 你要先驱动什么 从硬碟里面读一个by 你要先移动它的读写头 想办法移到那一个轨道上面 然后呢 用固定的速度让它读取 然后呢 读了一个区块之后呢 放到你的记忆体里面来 再把记忆体里面的内容 让传一个byte给你的程式 这会有很多困难呢 基本上 你要写一个硬碟驱动程式 就是没写个两个月应该是写不出来 好 再来是档案系统 就是 呃 我们现在用档案都会觉得 欸 很直觉 然后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 你点两下它就打开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用命令列的时候去用档案 你会觉得 我发现一直有很多同学到现在还是不习惯命令列 那当我们教命令列的时候 像这门课就有教命令列 你就会觉得 欸 没有视窗我真的不习惯 那 当你用命令列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用档案系统 你用vir的 练书了 然后呢 你就把它做copy啊 或者是edit啊 或干嘛的 那命令列的 动作 那 这些其实都牵涉到档案系统 如果没有档案系统的话 我们很难 去 把 硬碟里面的资料 有系统的整理出来 做 有系统的去使用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使用者界面 那这个 早期就是命令列的方式 那后来就是视窗的方式 那各位未来会用什么方式 其实 很不一定啊 那现在还有很多人 反而又越来越多那种 就是 人在研究那种更新的 使用者界面 那 比如说 啊 最新的一些使用者 有些是用手势 用皮杆的 有声音的 声控 另外像用脑多的 不用讲话 也可以控制 这种很多 各式各样的使用者界面 一直都还在 还在发展 这么做 所以 各位未来 出去 工作 会碰到什么样的环境 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想像的 最近 有很红的东西 不知道说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 3D印表机 哦 为什么 手枪 3D印表机 有人说到手枪 基本上 现在3D印表机 可以印出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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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印出子弹 然后把自己射了 然后就挂了 这种技术 越来越可行 所以 最近 有一个 很有名的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 稍微 给 各位看一下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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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者运动 这个 这个 这个作家是 是 那 没提搬 制造者运动 没有生意 但是我不想要 工业 大概就是这样 制造者运动 然後他其實就是在講 像這種3D印表機 他其實可以對產業產生一個很大的改變 未來或許各位不需要進工廠 你就可以完成工廠所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在家裡自己用3D印表機 直接印出你所設計的東西 所以說我有教各位blender 當你把blender連上3D印表機讓他印出來 你自己設計的模型 那未來呢 這些模型或許還會加上 機器人控制的這些 去管解元件 然後你再用這些模型元件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幫你製造出自己的機器人 再用自己的機器人 再幫你製造出自己的產品 這不是沒有可能 現在看起來是 好像還有點科幻的感覺 但是現在其實越來越有可能 那所以 你策略 視窗界面之後 其實我相信應該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雖然感覺上其實 視窗界面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再來行程管理 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主題 剛剛講的總共大概有四個主題 行程管理 記憶體管理 輸出力系統 檔案系統 使用者界面 應該是五個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行程管理 那一個程式 就是說你把它編 編變成ese檔之後呢 我們要透過 透過使用者界面 然後 比如說打這個 DSE 然後他就去執行 或者是我在這個 DSE檔上面點兩項 他就執行 那你再點另外一個層次 他又執行 而且兩個層次都在執行 那這種執行中的層次就是行程 這裡就會需要一個 做比較精細的區分 因為 執行中的層次叫行程 但是在硬碟中的層次叫 對 通常我們就叫它層次檔 對 那硬碟中的層次被編譯之後 變成DSE檔 那我們就叫什麼 叫執行檔 所以這些 你要能夠清楚的區分 我們是指原始程式 然後執行檔是指 那個目的 目的檔 然後呢 行程是指正在執行中的程式 當你把一個程式執行兩次 它就有兩個行程 那執行五次當然就五個行程 所以這裡就有多工的概念 就是你執行五個程式 OK 他們都同時在執行 這種就是多工 那具備多工能力的作業系統 現在的作業系統都具備多工能力 那不具備多工能力的作業系統 那就 就比較早期的 20之類的 不具備多工能力 更早還有 更爛的作業系統 潛入式的 很多都不具備多工 那像譬如說 好 我問一個問題 Arduino的作業 Arduino有沒有作業系統 有 Arduino的作業系統 有 Arduino的作業系統嗎 有 有 有 那 8051呢 有 8051 有 那你怎麼用8051寫程式 不是 我不是把 蛋清 它不是可以寫進去明顯的字 對 那你在哪裡寫 在電腦裡面寫 對 然後呢 然後再把 把它丟進去給它執行 丟進去對不對 燒進去 燒進去 然後再 再接腳執行 OK 那 Arduino有作業系統嗎 再想想 那 Arduino Arduino 跟8051 其實是同等級的東西 所以 當你 Arduino 你買來之後 你有灌熱的東西進去嗎 沒有 對啊 所以照理講 Arduino 其實是沒有作業系統 它跟8051 其實是同等級的東西 可是它是一定不一樣 而且 它幫你 把外面的板子也做好 但它裡面 其實沒有灌熱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PC端 灌進去 然後 再一個問題 Arduino有沒有辦法做多功 基本上Arduino是沒有多功能力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作業系統 沒有作業系統 就不可能有多功能力 OK 好 那再來 各位有人聽說 藍莓派 不叫藍莓派 素莓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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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Let's verify 台灣也有它的網站 我們看一下維基板 你會看到這是一個素莓 素莓派 這個國大呢 大概跟你的信用卡 或者是不管任何電話卡一樣大 那 這個 基本上 一台嵌入式電腦 它跟Arduino不同的地方是 它一定可以灌一個Linex OK 那這 灌了一個Linex之後呢 它可以做任何電腦做的那些事情 可以同時執行十個層次二十個層次 沒有問題 這種就是有作業系統 但是Arduino呢 你看起來跟素莓派其實差不多 然後呢 像這樣 一台 但是你不會 例如把它接上VGA 然後讓它顯示 應該很少 但是它可以 可以 把訊息送回你的電腦上面 用那個超級中端機顯示 對 OK 所以 感覺得出來 它跟素莓派的差別 這個東西是 你用超級中端機顯示 OK 那素莓派是 它真的可以接VGA 然後呢 真的可以灌Linex 兩個大小其實差不多 但是一個有作業系統 一個沒有 兩個都是在PC上面寫 然後關進去 但這一個呢 你接了鍵盤 和接了VGA之後 你可以直接在鍵盤上面打 然後在VGA上顯示 上面有一個Linex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寫 不用再依靠個人電腦 有一點討論 對不對 那現在 越來越先進的結果 是 你會發現 Arduino現在 如果正版的話 大概要900塊 如果是 不是正版 我的意思不是說道版 因為它是開放硬體 對 它是開放硬體 所以它可以合法的 去生產 去賣 但是呢 唯一的 唯一的一個限制是 它不能叫Arduino 因為Arduino 因為Arduino是 商標 那所以你如果要買 Arduino類似的產品 你希望便宜一點 然後呢 你又想要買到 幾乎就是Arduino的東西 那怎麼辦 你就打Arduino C-U-I-N-O C-U-I-N-O 然後你就會找到一堆 是 是也大概是900塊 但是呢 它 包含很多周邊設備 然後 感應元件之類的 然後 連整包的套件 再加上盒子 再加上 給你一套 完整的 怎麼使用那些周邊設備的 教學說明 也一樣是900 所以 你會看到 欸 它900塊 事實上呢 你如果只跟它 買那個 那個 它的香龍 Arduino的那塊板 只要400塊就夠了 OK 因為它是開放硬體 那樹梅牌也是開放硬體 所以 但是目前 好像 比較少看到的 綁織 那 這個部分會越來越多 開放硬體的部分 其實現在是一個 在 在 open source 領域是一個很熱門的東西 包含像 3D印表劑 也有 開放硬體的 3D印表劑 所以 你如果想研究 3D印表劑 是怎麼做出來的 你可以直接去買 給你開放硬體的 拆取 3D印表劑 它會付完整的電視嗎 通通都給你 OK 那你還可以繼續研發嗎 所以 前幾天我才看到一個 我忘記 是哪 美中哪一國家的人 然後 他現在都跑 他是個 律師 但是 他最喜歡 在家裡弄個工廠 然後自己做 3D印表機 之類的 這種 電子電路的東西 然後 他最近呢 就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如果不當律師了 然後就跑去 中國大陸 專門教人家 怎麼做3D印表劑 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奇特 這些人都很厲害 那 OK 所以呢 我們剛剛為了解釋是多工 所以 你其實看不出 不容易看出來說 OK 什麼東西有多工 什麼東西沒多工 你用了才知道 那多工呢 用圖來看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任何作業系統的情況 那整個系統就是一個行程 你把程式灌進去 像Arduino或TOP 那個8051 都是這樣 一個行程就打到死 沒有作業系統 那 有作業系統的情況呢 是 你現在要換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呢 你一次可以磁型一個程式 這是單一行程的作業系統 像DOS 那如果那個程式放掉呢 作業系統也就當了 所以 我們每次從前都要重開機就在 那 現在呢 你幾乎很少重開機了 因為你就算你的程式當掉呢 你的作業系統也不會當 雖然 偶爾他還是會當一下 但是 原則上他是設計 盡量不要讓他當 那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作業系統上面有 一個行程 兩個行程 三個行程 十個行程 100個行程在同時執行 以剛剛我們看的情況 就至少有 四五四個行程在同時執行 那 這中 中間還有一個中段降量 那這個中段降量的角色 會非常非常非常關鍵 那從前 DOS也有中段降量 那時候我們要 要寫DOS的組合語言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中段降量真是個 莫名其妙的東西 超級無敵 你還用 但是 不得不用他 另外那個時代 那現在大概不會有人 很少人寫中段降量的東西 因為 作業系統我幫你包 你只要問叫系統 的排數就好 所以其實你已經看不到中段降量 那多空系統呢 其實這種Linux這種是 是完整的多空系統 他是有時間中段 然後可以強制中段 一些形成的 但是另外一種叫協同式多空 那這種看起來好像多空系統 事實上呢 他每一個層次當機都會導致整個系統失效 所以這種是一種偽多空系統 他是 他是 感覺讓你好像多空 事實上你不需要照他的方式去寫 然後盪掉的時候就全部盪掉 那這個東西在像Widows 3.1的時候 就是這樣做 因為那時候呢 他沒有發展一個 完整的多空系統 而且他為了要跟DOS相容 所以 從DOS裡面再生出一個Widows 3.0 還3.1 那形成的行為模式 一個程式大概會做什麼事呢 如果你把它做一下分類的話 一個是使用CPU 另外一個是使用輸出 除此之外 大概就沒什麼動作 因為即使是使用記憶體 也是使用CPU去分類記憶體 那所以你會看到 使用CPU和使用輸出 大概就是一個行程的所有時間 那舉個例子 像這個 這個程式在計算 一個文字檔的 英文詞彙數目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開打 然後呢 GET的字音 讀入一個字 然後呢 就做計算 然後呢 回來又畫有 又GET的字音 又讀入下一個字 所以這個是計算 然後呢 輸入輸出 計算輸出 計算輸出 然後到最後呢 輸出 結束 好 那 所以一個形成的行為模式呢 就是 CPU IO CPU IO 那如果有三個行程呢 你不可能 兩個同時使用CPU 假如你是單核心的電子 你就不可能兩個同時使用CPU 所以當這個使用CPU的時候 另外一個不能使用 當這個進行輸出的時候 他會把CPULOCK給另外這個行程使用 好 這個行程的CPU又用完了 他又進入IO的時候呢 就再把CPULOCK給別人使用 如果沒有人呢 沒有人要使用呢 就空著 CPU就在那邊等待 然後呢 接下來 有人要使用 又把CPU交給他使用 那 這一段中間的過程 是誰在使用CPU 對嗎 以這一段而言 以這一段而言 是作業系統在使用CPU 作業系統可以用很多種方法使用CPU 第一種就是 Easy Waiting 就是 忙碌的等待 我就寫一個回圈碼 他一直偵測 他一直到有人要使用CPU 所以把控制給交給他 另外一個方法是 不要忙碌等待 那不要忙碌等待的時候呢 通常他就會進入神殿模式 如果那個機器有神殿模式的話 那大概是像這樣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CPUIo CPUIo 但是呢 大家不會同時使用CPU 好 那 如果一個程式不正常 譬如說像我這樣寫 各位檢查一下 這個程式會有什麼問題 哪裡會無窮回圈啊 為什麼無窮回圈 看起來好像蠻正常 因為I等於零 然後之後呢 I永遠都不會增加 他是增加上 他不是增加I啊 那I永遠都是零 所以這個就當了 OK 那剛剛當的時候呢 如果是單工的作業系統 就當了 如果是多工的作業系統呢 你就可以把它切掉 強制它中指 那強制它中指的方法呢 就是按這個CtrlLT 以Windows而言 然後就選出這一個 那我現在不能隨便亂中指 亂中指的 好不好我會當機 但是我如果把Chrome中指的應該是OK 但是我就要重開網路 重開流氧器 大概像這樣 所以我現在不斷中指 免得產生災難 可以重開到Vanus 好 OK 所以這裡 就是你可以強制中指 那以Vanus而言呢 就是Kill 用Kill的指令 把那個process 直接Kill again 好 那如果你 你要用 避免 就是用多工作業系統 然後避免一個 城市霸占CPU 這時候要怎麼做呢 必須要依賴中斷 那要避免霸占CPU 要依賴時間中斷 我在 把 把執行權交給一個城市之前 我就先設定一個時間中斷 而且我是在特權模式 設定的時間中斷 所以呢 其他的城市沒有辦法把它切回 把時間中斷砍掉 時間中斷的時間砍掉 所以一旦時間到了之後呢 那個 城市就自動被中斷 然後又回到作業系統的控制權裡面 作業系統呢 再 再把 控制權取回來之後 再交給另外一個城市去執行 或另外一個行程 正在執行的城市去執行 那這樣就不會 霸占CPU 接下來是 一個行程的狀態 大致上會有興建 然後呢 就緒 就緒他準備好了 但是還沒被執行 那 就緒呢 就可能被 被作業系統分派到執行 執行到某個程度 可能又被中斷 又回到就緒 或者執行到一半呢 他去做輸出路了 那做輸出路又進入等待狀態 等待狀態呢 啊 他輸出路做完了 又回到就緒 就緒 就緒的 那這個 這個排程器呢 會從就緒的這些行程裡面 再挑出來繼續執行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執行到 你的城市結束的時候呢 就跑到結束狀態 那作業系統就會把結束狀態的 城市呢 的資源通通都回收 然後把它砍掉 好 那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排程問題 什麼叫排程問題呢 就是 以剛剛而言 從這裡 就緒狀態 哪一個程 裡面可能有100個程式 或30個程式 哪一個程式呢 應該先被 拿來做下一次執行的程式 這會牽涉到你的 整個系統的效率 如果你把那些 永遠想發展CPU的行程 一直派 一直派給他 那你的作業系統 就會變得很慢 然後呢 就做 做一堆沒有效益的事情 所以 這個排程問題 在作業系統裡面 非常的關鍵 那 有哪些排程的方式呢 基本上 各位作業系統課也都會講 那我這邊只告訴各位一些 很簡單的 名稱 第一個叫做 first time first term 就是先到先做排程 我這裡少寫先到 先到先做排程 第二種呢 叫做最短工作優先排程 short is job first 第三種叫做最短剩餘優先排程 就是說 這個最短工作說 整個工作執行完要多久 我取最短的那個 最短剩餘是說 我已經執行到一半了 那剩下多久 是 那個最短的 我取那個最短的 先來執行 他先執行完就可以 先換給別人用 那 但是呢 這裡有 這兩個其實都有些問題 你怎麼知道他要執行多久 我從一個程式碼裡面 或者是電腦 我其實根本看不出來 他要執行多久 請問這個程式要執行多久 我看得出來 因為他執行很久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出來 但是有些程式 或者不知道他執行多久 電腦也不會知道 那 所以 這個其實都有他的困難 那 另外一種是優先權排程 就是 優先權高的呢 我就給你先執行 優先權低的呢 那你就 等著吧 那等到優先權高的做完了 你再做 那 但是這樣就會產生 飢餓問題 什麼叫飢餓問題 各位可能會有個經驗 對不對 比如說什麼經驗 假設啦 假設 比如說你要去學校的學務處 辦個什麼事 或者你要去西班 辦個什麼事 然後呢 你去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老師在前面 然後呢 你是 你就等那個老師 等 細度 完成他們的事情 對不對 OK 那接下來呢 等到你 他們快完成那個事情的時候呢 可能我跑去 然後呢 你就在那邊又等 因為 想說 中段老師不好意思 所以又等 那 再等到呢 我快完了 然後呢 另外一個老師又來 或者是呢 你的學長來了 基於學長優先的原則 所以就讓他亂 那 最後呢 你就會發現 你都快要餓死了 然後呢 你還是沒有排到 那 這個就是優先權排成的問題 對不對 會有人飢餓 優先權最低的那個人 總是很倒楣的 那 所以 這樣排也不太好 你總要讓那些 已經在等的人 有機會 可以擦板板 好 那 所以就有一個循環跟死排成 這比較公平一點 那 但是呢 這也會有點麻煩 以 剛剛的 我們細半而言的話 就是這樣 誰是CPU呢 細半的狀況 就是細柱嘛 細柱總是很忙 各位應該都知道 那 他就是CPU 那他要幫你做服務 有時候是老師來 有時候是學生來 然後他總是很忙 要幫你做服務 還要去做文件 還要去英報表 幹嘛 他很忙 那 所以呢 這循環跟死排成 他的做法就是這樣 細柱就說 好 那你來了先拿牌子 好 牌子呢 每個拿牌子的人 可以先使用細柱三分鐘 好 那你用完細柱三分鐘之後呢 請你先讓給下一個牌的人 他再去用三分鐘 那 他又用完了呢 如果沒人牌 就換你用 如果有人牌呢 就是換那個牌的人 三分鐘 就這樣子 輪到最後呢 大家都輪過一遍了 好 再回來人到你 二三分鐘 好 那這樣是 有一點好處啦 對不對 大家都不會餓 但是問題是 全部的人都卡在那裡 都在那邊等 因為本來是最倒霉的人 優先權最低的人 會被餓死 現在是大家呢 通通都在那邊等 雖然沒有餓死 但是每個人只能用三分鐘 然後呢 大家的時間都耗在那裡 什麼事也不能做 因為開通告 等細數完成 這樣比例 各位應該了解了 好 那 CPU大概 排成 就是這個問題 那 所以 為了要改善這些問題呢 就有人提出更不準的方法 那我們又考慮優先權 又考慮循環分時 又 又把它分成很多層 那就會有這種 多層阻列 多層反饋阻列 好 OK 那 所以 食物上其實 循環分時是最常用的 像 Venus Windows其實都有用循環分時 那 它就是一個時間片段 然後呢 它會 當你用太久 我就切換 那這時候就有個問題了 你的循環分時的時間片段 到底要設多久 我們再 回到細度的 例子 假如你平均辦完一件事 需要五分鐘好 那你應該把循環分時的片段 設多久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設 八分鐘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在八分鐘之內 處理完那件事 OK 那 處理不完的呢 那就只好 請你等下一輪 那你佔用的時間 超過八分鐘 那 等下一輪 OK 那如果我把它設成一分鐘 那就慘了 因為 事實上呢 大家平均需要的時間是五分鐘 所以每個人都要輪五次 才輪得到 才做得完 輪五次才做得完 那如果有十個人 那你要花幾分鐘才能辦完你要做的事情 本來要五分鐘 對 你便要五十分鐘才能辦完 那也就是說 其他九個人都等在那邊 等一個人辦事 那每個人呢 事實上都花了五十分鐘 這樣其實是很不經濟 所以你的時間片段多長 絕對會影響到你系統的效果 OK 好 那 大概像這樣 那我們下課時間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課再繼續一段 OK